我们现在收听的是 不得有意思还是来进行 很多人在听 有意思的时候 你是在载车对吗 最近这个客厅车 有一个很大的疑惊 Uber Uber是什么 忙碌就能叫客厅车 目前的争论 大部分是法律上 这个合不合法 也有很多司机大哥 欢乐说 这样又去影响到我的生意 事实上已经很辛苦了 会不会问题更多 还是说有一个新的机会 请问的是 台湾大车队 总经理 她是女性 女生 李琼淑 李总 你好 主持人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们先请教李总 大家现在在说的Uber是什么 Uber其实它就是一个叫车 一个软车 最主要是说 人可以因为我要坐车 然后透过这手机 自卫型手机 下载APP的方式 来达到我要叫车 在我去到某些特定定点的一个工具 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 对 说起来 刚才你总说的是一个软体 对 我们大家如果手机的 都常常登录很多软体 听音乐 也可以拿来玩笑 是 不过你不觉得一个软体 有可能去对整个三页 去拧车 有很多的一个改变 听说像我在法国 很多国家都外面 用Uber 包括纽约和纽约 都有很大的 在地的空间 到底这是一个 很好的 怎么用得更好 还是说 到底是怎么 怎么有引起这些争论 我这样说 其实因为手机智慧型的 smartphone手机 自从推行之后 它确实颠覆了很多 以往在民众的这些生活的习惯 购买的模式 对 整个的生活模式都会改变 那这样手机下载APP 就会产生很多的功能 当年 其实台湾大车 我们早在四年前 我们也推出了手机APP轿车 我们早就有这个手机的功能 它透过手机APP叫车 然后你会知道车辆变号是几号 这台车距离你的位置在哪里 你现在的位置是哪里 甚至透过你的 轿车的这个功能 我还会发送 自动发送这个手机简讯 给你的家人 安心点 这都有 那我想起来 所以Uber现在用的这种平台 它最主要 它的会引起这么大的话题 最主要是因为 它的基准点是有点模糊 甚至有点违法 基准点相处 就是意思是说 我们要叫客车车 来给我们材客车输了 他一定经过进户 合格发证照的 合格的计程车时机 什么叫合格计程车时机 就是说 他要有职业登记证 他每年都要去检验 本包看身体 检查 都要去检验 再来就是 他的这台客车车 客车车气成黄色 他的跳标 也依照政府的 度量衡的这个标准 来计费 再来 他的车也要有车牌 有所谓的计程车牌 再当做客车车的职业 因为这相关的规范 是受过政府所管软 所以意思是 人家坐客车车 把你出事 记上你的车号 政府是查得到的 这个人 这个客车车 这个书记 他是不是合格 有经过的减业 合格过 你坐客车车 以前后边 有一个计程车的登记证 对 坐车车的人会发现 那Uber呢 他不是用这样的方式 Uber 第一 来跟你知道的人 不是客车车车车 也不是政府学家 客车车车车车车 他就是擦擦一个手机就可以来载 这个就出了很大问题 意思就是听众朋友 如果你现在有一台车 你如果有价格 你就可以逼Uber的手机 这就一个很大 那就问一下 你擦擦一个人来给你载 Uber呢 他没有做客人车手机的管理 他没有做这些手机的管理 他好像做一个平台而已 所以也透过他的平台去叫车而已 好 现在试想 我们一个客人坐客人车 坐着这台Uber的车 那万一出事 还是来载我们的手机 没有受过政府的相关的认证 载的人你感觉很放心 这个人载是什么人 所以你说因为他是一个软体 他甚至不是一个在地的一个公司 有经验的人 当时经验来参加Uber这个软体的人 他是有什么样的资格 就是当时撮合 这当时我要买车 有一个人会可以告诉我 我就给你们说 OK啊 所以他推出来的概念叫做共诚的概念 我们绝对不会反对任何共诚的概念 只是说你在职业的人士 是应该是一个合格的计程车司机 我想这件事情是最被打诟病的问题 就像我这样说 我们台湾大车的排出去 所有每一个书机 一定是合格 客人车书机 什么叫合格 就是经过进户认证合格的计程车司机 过来 每台车都有乘客责任险 都有一些保障 万一人乘坐这条车 发现什么问题 那都有一些保障 我想这是对这个乘客上的一个基本保障 所以近来 你看我们这里的新闻 在印度 也因为人乘坐这条Uber的车 结果产生了一些相关的社会事件 这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说最主要 现在台湾在控制的 我们也因为没什么合理的 是在这个部分 过来 这个公司 把书机收的钱 是完全没缴随 完全是境外公 那请问一下 如果这样的行为叫做创新 我试问听众朋友 那我们台湾大臣也来成立 这样 这样是合理吗 你要看一个书机 因为我要 早客人车 我需要抠起 我需要客人车 我车要去改乡 要做这个 我付到相关的成本 我再让人做 那有没有都不用 那这样是公平吗 这是不太公平 当然 我们会说 听众朋友的说 一人车 如果有没有书机 让我们品质好 要让我们好 当然 这是基本的条件 但是我说 基本的条件之下 应该要有合格的人 再来做 我们这样说 举例这样说 如果说一个 一个人 他很厉害讨主 他看了很多医学的书 看了很多医术的书 我没有经过医师的执照 我敢不敢说 我用一个APP创新 我就有人看病 我就能开瓶 这样合理吗 这样是不是被允许的 我想这是最大的问题 不过你总言 你现在说的 一个当然 是怎么 Uber对这个客人车有影响 就是 可能也有用的人 感觉还不错 是 所以我们说 万一如果 计划也不贵 然后他说 服务也很好 是 其实也是一个 因为消费者就是 我OK 我就买了 没错 那回过头 他刚才你有特别说 因为Uber是一个软体 基本上 它又是一个境外公司 它甚至不是在台湾的一个公司 那 也不用税金 什么都不用 那这样的话 就政府的立定 你定义也是开一间 别说地下的 你也是开一间 你也可以说地下 你是没在缴税啊 一个APP 等于在天空 望楼上的 也能说就是台湾大车队的 同样 就不用缴税 没有任何的管理 这是有一个加新的 一个消费模式 造出来 这样政府的态度 目前你觉得是怎么样 我认为 我基本上是这样 当然现在有很多科技 是日新月异 政府一些相关的 法令的规范 确实是跟不上 现在时代的卖动 这是书实 你这样说 有没有 他自己也不用 经过这个 继承车费的 这个表的认证 我今天这座路 我要收多少就收多少 但是 客人车 书记不可以 他要政府的认定 是要收多少就多少 跨区 他就不能营业 台湾的客人车 书记不可以 走去高雄 才客人车 因为他有跨区的问题 有没有 秦车都可以 那你说 那这样子 那应该这样讲 我合格的 我合法的 反而被非法的 不用认证的人去 这是不公平 假设说 如果 认为说 这个这样的行为 是OK的 这个计程车 跳表费用 是可以 依照市场的 这个机制 来订价的话 那应该把这些东西 都松绑 对不对 那政府看 如果你认为 这样的行为 是OK的 那要松绑 你就不应该去规范 就不应该去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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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要自由 就大家都要自由 对 就要自由 不能说 这个自由的人 他不受这个规范 因为无法来贯 所以就有材 如果有法来贯的人 这些人 不然就倒霉 如果这样子 那这样就不用 抠律师 也不用抠会计师 也不用抠医师 大家都来做会计师 都来做医师就好了 为什么要做这样 所以我想 这是有基本的规范 所以我说 我认为应该来说 我们要支持 客人车手机 服务品质要好 安全舒适 车控要好 这我们都应该要求 但是我们更应该要要求 开客人车的人 就应该是 一个合格的客人车手机 最主要是这个增值点 我认为是这样 我们现在有好问的是 台湾大车队 台湾大车队 总结人力 李琼淑李总 这个司机大哥组成的 公司 感觉应该是 很严重 很免费 结果 我感觉我很小 他也没比我大 小小的一只女生 当然现在这个 当我们传统的一个行业 其实当初这个 台湾大车队 他也是一个创新 为他说 可能本来 比较零零散散的车行 还是司机大哥 他也是用电位 同意一个管理 把他抠起来 是 不过当然 这个网络的关系 经营的模式也在改变 我们现在讨论的非法 他也没得到有一天 会变成合法 所以说 全这个阶段 是绝对的没道理 那面临这种冲击 新的思维 新的手机的载具 有什么样的阴影 就对几个三项 OK 好 我这样说就是说 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应该提供给乘客一个安全又舒适的一个乘车环境 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准 再来我们也希望提供给乘客 每一个乘客上车 能够再用最快速又最方便的方式 能够做到我们的车 这是一种理念 那我当然认为说 在这个整个过程上 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客丁车手机 会因为服务之后 可以让他们的修理 可以整个保重他们基本的管理 我想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要求 副理总你说 希望在这个车队 我想因为台湾妈妈 台湾大车队 还有村的车队 因为我们坐客丁车 我们是使用者 我们没有了解 总有一个司机大哥 我今天在洗车 到底我是加入一个车队 因为他会把我叫 随时有Case 但是我也有医务 另外一个是说 好 我就在外面 看我的阿达好吗 去看看 像这两种的乘客 你有差多少多少 我这样来说 我很难去讲说 这样绝对值 因为我都很欢迎 我在外面住有住宅 那也是一种方式 当然现在你看 我就是因为要自由 所以我不再来找客丁车 我就是我的人管 我再来找客丁车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我们既然如果要来找客丁车 为何就是要贪钱 那贪钱最主要是什么 你的老闆是什么 你不是没老闆 不是没人管 你的老闆就是客丁车 因为客丁车有开钱 出钱你才有收入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观念的改变 所以我应该来说 客丁车既然叫做一个职业 他也同理叫做服务业 既然叫做职业 既然叫做服务业 我们当然要以客为尊 所以服务态度 服务的品质要提升 这是一个我们要教育司机 也要让司机认同的一个状况 所以输机呢 给侯母后 其实在侯母这个品牌 人家叫车 也是叫这个品牌 不是在叫这个客丁车输机 当然因为 我们是靠很多司机大哥做会议 变成一个品牌的经营 不过因为 有时候我们坐在这里也会去问 这个人家大公 不好意思 你一个月收入有多少 其实我们问过很多人 有的都说要塞到十二点前 其实这如果是劳基凡 老闆都要抓去拐 他们都会危险嘛 是是是 对 他也会讲说 我如果没有塞这么多 我收入不好 可能没有办法 那你说我来塞一下要贪钱嘛 没问题 如果说 拐这么长 如果说一定要拐这么长 才能贪差不多多少钱 是 现在这样来说 依我们的台湾大车队的司机 依我这样来了解 其实我在说也有点偏差 因为我总经理嘛 我毕竟不是在找客丁车 但是我这么少万万的司机 依我来说 我们的客丁车司机是这样 基本上一天一定要找三千块 最少要找三千块 三千就是基本 基本的学生 他三千块走了 他才会回去休息 那只不久他就继续走 所以说因为三千块 他要找几点钱 这有时候是看阿达里 有时候阿达里很好 今天再到 再到几座他就回去了 因为一般的司机是习惯 但是如果说 周末假日 就是说拜五 一天就不及三千 一天可能四五千 要抓到保抵 但是你说自己车队 跟没有自己车队 修理有差吗 绝对有差 不然哪有可能自己车队 还要抓这个钱 如果没有自己车队 的修理不及 他不会自己车队 这一定 所以基本上 我们要来看 他基本上 一点钟 他自己车 一点钟 台湾修理 不过因为我感觉台湾车的三件 他也有很大的变化 其实我小时候 我们爸爸也塞过车车 但是我记忆中 我们爸爸告诉我 那时候车车车很好 那几十年前 几十年前 几十年前 到现在还是差很多 对 那整个三件 这么大的变化 再来又 广路化 我们一次是说的 有本 我说无论是对司机大哥的想法 还是说 对你自己的经营者 你有什么想法 好 我这样说 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 三个人才是很好的实验 他们怎么说 那时候 修理了很多 他们怎么说 修理了很多 第一 交通的便利性没有这么强 对 没什么捷运 没什么捷运 没这么多 所以一般来说 就这个自然而然 他的数量上也没有那么多 客厅车的数量也没那么多 那现在是 有人 如果设计业专业 他就来去考试客厅车的制造 我就想来开车 当然现在这样看 就是说 当然我要讲 汽车车这个产业 永远不可能被淘汰 即使捷运再怎么便利 那也是有人在客厅车 但是呢 就会变成是 要有好坏之间的差异 我平平开车 我当然也要坐一台 较大 较新 较好 较有品牌的客厅车 这是 倒过来这样看 所以并说 如果你如果没有去强调 你的服务品质没有 那当然你就会被淘汰 所以另外一个部分 我就说 我也了解 捷运通车 这个交通的便利 这是越来越发展的 所以我有要怎么样 增加司机的其他的技能 像我们现在 有大陆自由行 旅游 这些相关的 我的帮手机 清楚更多 降低它的空车力 我想这是最主要 我台湾大师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跟很多公司行号去签约 甚至有的公司账司机 其他国家人账司机 就直接跟我们配合就好 你也比较性质 让我们的司机的收力会更多 所以说这是相对 他说我问你总都是很严肃的 这么严峻的 其实政府也是 也是你的竞争者 没事情就开一个捷运 户完之间 跟新店跟铁 那当地都没去 又找一个Uber 天上掉下来的 一个软体 不过因为这一期也真的有一个利多 那个 油铁铁很熟 就是便宜很多很多 那你也很好 那你拥股这么好 其实铁铁铁书机的收力 跟我们没有直接相关 因为你如果坐铁铁铁 付给书机质 这是付给书机质 我们对书机是收每个月 基本的一个固定的费用而已 所以我们是管理费 管理费才有限不关 对对对 当然我们也很高兴 因为其实铁铁铁 短期来这十几年来 铁铁铁铁是没去购 台北市的购书是没去购 所以其实铁铁的负担是很重 当然现在油价降低之后 对铁铁的负担比较降低 但是虽然油价降低 但是服务品质要做更好 这是要倒过来 这样才知道 我想今天有一种 女性 其实买来都是 当然这个服务有基本的 由这才到那边安全搞 这个大家都要做到 无论是路边求的 或是开电车 当然因为车行本身 他希望有一个差异化 还有平白 所以说会说 对司机大哥有很多训练 或是期待大家配合 那不过 说真的无论你是路边塞 还是怎样 其实本来就是要提升竞争力 对 因为整体来说 大家坐着客户车都觉得 很爽快 很舒服 手提一些东西 很轻松 那我想无论什么人 都可以为这个产业尽力 是 你总买了 还有什么会 要跟司机大哥说的吗 我这样说 当然我也感觉说 要跟司机大哥加油 因为本来是很辛苦的 马路英雄 但是我希望 客户车不及时 不及时你的工作 更是你的职业 每天你开着客户车载的人 要安全舒适的 把它载送到目的地 这就是你对社会的最大的贡献 过来把每一趟次 当作一个爱的旅程 与爱共存 希望坐着你车顶的人 都会欢欢喜去乘车 欢欢喜去乘车 这个社会就充满了快乐 我也呼吁这听这种朋友 就是说 你如果坐着好的书记 无关是不是 我们台湾大车队的书记 如果好的文章 我希望你不要吝啬 要给他爱的鼓励 给他加油 给他谢谢 我希望这个社会充满了爱 这个 余众心肠 最后这段时间 大家都做得到 任何行业也都做得到 好 今天感谢我们台湾大车队 李琼淑 李总经理 最喜欢的好朋友 谢谢你 谢谢 我们等一下回来 谢谢